主料,面条300克,腊肉30克,腊肠20克,主料,豆瓣酱,甜面酱,油,姜,蒜,胡萝卜,黄瓜,辣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辣椒切碎,姜和蒜切末,腊肠和腊肉切末,豆瓣酱和甜面酱各一大勺,第四步加入适量水,敲成一碗料汁,锅内放油, 将蒜和蒜爆香,加入腊肠和腊肉,小火煸炒猪油,加入辣椒最翻炒,将热汁倒入屋内,加一碗水,小火烧热两分钟,锅内烧开水,将面条煮熟,面条拉出滴干水分,黄瓜切细丝,胡萝卜切细丝,将黄瓜和胡萝卜摆在面条上,倒入住好的茶酱,搅拌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, 这里用的豆瓣酱,不是皮线豆瓣酱,是葱拌鱼豆瓣酱,里面的蔬菜也可以换上你喜欢的其他蔬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